大家好 那講了這麼多關於為什麼要製作圓形 以及圓形製作的優點 你可能會問說 到底我們應該要怎麼去執行圓形製作的步驟 所以以下我們把圓形製作 拆分成幾個比較細節的部分 那我們就一一的來講述 關於圓形製作的第一個要點是 必須先列出要測試的核心假設 在列出要測試的核心假設之後 把這些假設轉換成具體可以打造 以及可以測試的小區塊 那在打造出這個具體可以測試的小區塊之後呢 我們就進行測試 所以舉例來講 假如你今天要設計一個新的店面 你可以做的方式可以是 例如你花非常大的錢 然後就直接去蓋這個店面 但你可以做的事情是 是把這個店面想要做到的核心假設列出來 舉例來講 這個店面的設計可能包含說 入口的設計 所以關於入口 你可能有一些不同的假設 舉例來講 有人可以假設說 入口要設計得夠顯眼才能吸引到客戶 那麼假設你今天的核心假設是這樣的話 我們下一步要做的 比如我們剛剛講的 是把這個假設 轉換成具體可以打造 可以測試的小區塊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你可以做的事情是 你可以分成兩個不同的圓形 一個是顯眼的招牌 另一個是不顯眼的招牌 然後你可以找使用者來進行實際的測試 你就可以去驗證說 到底是否一個顯眼的招牌 能夠真的去吸引到顧客來 或者說這個東西到底跟吸引顧客 有沒有關係 假如你只是想像的話 或者你直接花很大的錢去做出來 你可能之後會發現 你這個假設並不正確 但假如你用非常低的成本 快速的做出圓形的話 你就可以很快的去驗證說 你剛剛的這個假設 剛剛關於是否這個顯眼的招牌 跟吸引到客戶是有關聯的這個假設 就能夠快速的被驗證 所以在這邊再次與大家強調 我們可以藉由圓形製作的方式 來快速的測試假設 好的 在了解我們可以如何製作我們的圓形之後 有幾個在製作圓形當中 希望大家謹記的要點 第一個要點是簡單快速便宜 這是我們在剛剛的講課當中 不斷提到重複提到的一個概念 它為什麼會被重複提到 是因為它相當的重要 那你可能會問說 簡單快速便宜 它有什麼樣的優點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簡單快速便宜 能夠讓我們的修改跟優化的速度提升 這對於我們的學習非常有幫助 除此之外 它也可以避免我們對圓形產生的依戀 這是什麼意思 是其實我們過去在台大這邊的教學經驗 我們常常看到的一件事情 是非常多的學生 他們往往在做圓形的時候 他們花非常多的時間 或者很大的精力去投入 然後把這個圓形製作得非常的精美 然後這個會出現的問題是 當我們實際要測試的時候 這些花了非常多時間精力製作出精美圓形的學生 他們常常會花非常大的時間 去推銷他們自己的作品 或者去為他們自己的圓形做辯護 而不是去收集使用者的回饋 因為他們會想 他們心裡有一個想法 會是說 我今天花了這麼多的時間投入在這邊 這東西應該是要很棒的 那當他們有這樣的思維之後 他們就會忽略 其實圓形製作的核心 是要能夠去收集使用者的回饋 所以這邊我們特別強調說 能用快速便宜的方式是 因為要避免這樣子的對圓形的依戀 那也可以讓我們更專注的 把重點放在收集使用者的回饋 那除了上述的這個要點之外 另一個要點是 我們希望在製作圓形的時候 一個圓形就測試一個假設 不要包山包海的 這個最主要的原因是 可以讓我們在測試的時候發現 到底是不是關聯性 是跟這個假設有關的 很多時候假如你同時有多個假設 在這個圓形當中的時候 你會變得有點難知道說 到底是哪個東西是一個關鍵的原因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很常時候 會說一個叫AB testing的方式 是因為藉由這樣子 只有區分一個變數的時候 我們可以更有效的去了解 到底是不是我們這個核心假設 是這邊關鍵的原因 所以在這邊我們也希望大家可以謹記 我們一個圓形就測試一個假設 不要包山包海的 那我們這邊提到第三個 關於圓形製作的要點 是我們希望大家在製作圓形的時候 不只是製作圓形 也要思考到圓形跟使用者的互動 或者圓形跟環境之間的關係 以及使用者與環境之間的關係 以及使用者與環境之間的關係 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們打造完圓形之後 我們需要實際的來找使用者測試 那在測試的時候 就會牽涉到圓形跟使用者的互動 以及會牽涉到使用者當下所使用的情境跟脈絡 那假如我們在製作圓形的時候 沒有去思考到這些點 我們很多時候在後面的測試 就會變得相對的沒有這麼順利 所以希望大家能在製作圓形的時候 多往後想一步 想到我們待會測試的時候的一些要點 包含到底這個圓形怎麼跟使用者互動 以及當下的環境 在我們這個短講的最後 我們要跟大家談幾個關於圓形製作的迷思 也就是我們主要在歸納過去的教學經驗之後 有的一些心得跟大家分享的 第一個迷思是 許多的學生會認為說 做產品的原型比較容易 服務的原型相對起來比較不容易做 這之所以是一個迷思 是因為很多的時候 學習者會把圓形這個概念 跟實體的物品做連結 但圓形這個概念其實並不一定要 跟實體的物品有直接的連結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在服務或者體驗的時候 也都是能夠拆解成小的部分 而且是具體可測試的部分 來去往下進行 這邊舉個例子 當時在麥當勞最早期的時候 他們試圖想把製作漢堡的流程 從30分鐘簡化到30秒 就是要在30秒的時間 去製作出非常多個漢堡 也可以讓他們的漢堡能夠是大量的工藝 在有了這樣的想法之後 他們實際的去把整個的流程去製作出了原型 麥當勞兄弟在最開始的時候 其實他們並沒有馬上直接的 花大量的錢買大量的設備來去測試 他們用非常簡單的方式 是利用粉筆 然後在地上畫出幾個不同的設備 然後來去測試說 當這個設備放在A的位置的時候 搭配另一個設備放在B位置的時候 整個流程的銜接是否是順暢呢 所以其實我們從這個案例中 就可以看到是 他其實是用短短的粉筆 然後發現假如不順暢的話 就把它擦掉 然後把這個A設備放在另一個位置 然後再去測試 這樣我們就可以看到的是 可以藉由這樣的方式 也能非常快速的去測試整個服務的流程 希望這邊大家可以打破的一個迷思是 不僅僅是產品容易做原型 其實我們的服務或者體驗 也都是容易去做原型的 那這邊要討論的第二個迷思是 很多學生過去都會覺得說 團隊當中一定要有工程師 或者是設計師才能夠製作原型 但事實的狀況是 其實製作原型或者說 原型製作能力是否出色 跟你是否有工程背景或設計背景 不一定有這麼直接的關係 因為原型製作的關鍵在於 你能不能把核心的假設具體化的呈現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你只要有小學生的美工能力 你只要能夠畫出清楚的流程 你只要會用剪刀跟膠水來做拼貼 其實你就有足夠的能力來製作原型了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警惕 即使你自己沒有工程的背景 或者你沒有設計的背景 這也沒有關係 在製作原型的過程 只要你有動手的能力 只要有清晰的邏輯 你就能夠製作原型 所以這邊再為大家總結一下 製作原型最重要的關鍵 就是讓我們能夠快速的去測試 快速的行動 快速的學習 看完了這支影片 是不是對於設計思考 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了呢? 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 都歡迎你到底下留言 或是加入我們的臉書社團 一起與社團裡的其他朋友 進行交流與討論唷 既然說明再見 來打招呼 由 Psychology ��発音 大家 Wiedersehe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